千呼万唤 英特尔终于在第11代酷睿移动端里用上了10nm工艺 至此长达6年的14nm工艺生涯终于接近尾声了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台搭架了最新英特尔11代处理器的雷神ZERO游戏本 这台机器呼声很高 手发一下子就被抢完了 这台电脑的实测表现如何呢? 新的11代处理器到底会不会像桌面端那么拉垮呢? 欢迎回到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揭晓这个答案 按照惯理线来看一下机器的配置 CPU是英特尔酷睿i7-11800H处理器 显卡是英伟达的RTX3060最大功耗130W 内存由两根8GB DDR4-3200MHz组成双通道 硬盘是512GB的渐芯CA6 PCIe 4.0x4速率 屏幕是2K分辨率加165Hz刷新率的IPS屏 价格方面3060版本售价为9,299元 这台机器也有3070和3080版本 价格相对贵一些 再来看一下雷神ZERO的外观 它的模具产自广达 是雷神专门定制的丝模 A面上方是雷神的logo 两道非对称竖纹贯穿中心 是磨砂材质 右侧有大大的ZERO字样 机器支持单手开合 最大开合角度为120度 翻开屏幕 B面是一块16英寸16比10比例的屏 上方是摄像头 没有防窥拨片 下方是雷神的品牌logo 左右边框较窄 上边框大约一指宽 下边框大约两指宽 C面 触控板做了风格化涂装 面积是常规大小 实用体验中规中矩 键盘的布局则稍有不同 独立的电源键在键盘的上方 右上角有一个强冷按钮 做了特殊颜色的标识 WASD有白色描边 可惜 方向键只有半高大小 而且数字键盘少了一列 用起来需要适应一下 最后是地面 上下两条长脚垫 进风位置做了大面积的隔山化镂空处理 可以看到内部的风扇和热管 中间的螺丝孔处有原厂封贴 自行拆解可能会失去保修 值得一提的是 整机在A面 键盘面 甚至是出风口处 都做了大面积的氛围灯带 而且亮度很高 竞技氛围十分到位 再来看一下接口 机身左侧有两个USB 3.1-1 Type-A口 右侧有一个USB 3.1-1 Type-A口 和一个3.5mm的耳麦接口 视频输出口主要集中在后方 有一个迷你DP 1.4和一个HDMI 2.0 另外还有一个雷电4接口和RJ45网线接口 总体而言中规中矩 兼容的速度和扩展性没什么大问题 看完了外观 接下来进入重头戏 CPU 这台电脑搭载了i7-11800H处理器 是英特尔的第11代酷睿移动端标压处理器 在几个月前 我们测试了桌面端的11400和11700 桌面端虽然换了新架构 但是工艺依旧是14nm 而移动端不一样 制程终于升级到了10nm 不再是万年不变的14nm了 除了工艺 V架构也从沿用已久的Skylake换成了VeloCove架构 这可跟桌面端还是有些区别的 桌面端的Cypress Cove跟Sunny Cove是同代 而VeloCove则是Sunny Cove的改进版本 移动端显然要更新一代 这个架构和之前发布的11代低压处理器 以及标压H35处理器都是相同的 只不过在规格方面 H35只有4核心8线程 而H45翻了一倍 i7和i9都拥有8核心16线程 TDP还是万年不变的45W 但是缓存容量和上代对比提升了不少 二级缓存增加到了10Mbps 三级缓存也来到了24Mbps 在频率部分 这颗i7-11800H单核最高锐频4.6GHz 全核锐频则是4.2GHz 单核比上一代的i7-10870H低 但是全核比10870H高 其他方面 这一代CPU的PCIe通道数终于提升了 直连CPU的通道从16条增加到了20条 并且规格升级到了PCIe 4.0 除了显卡 剩下的通道可以留给高速M.2固态硬盘 DMI总线也从X4速率扩展到了PCIe 3.0X8速率 这对于挂载多硬盘以及高速并行任务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核显也从根古不变的UHD630升级到了UHD750 有32个EU 受限于内部面积 标压U的核显要比低压U的iOS XE要弱 毕竟大部分标压处理器都用在了游戏本上 没有那么看重核显性能 当然了 这代CPU还有很多变化 比如说加入了AVX512指令机 整合了雷电芯片等等 后续其他视频里我们会再介绍这相关的功能 好处说了那么多 那坏处也跑不了 这一代的标压U多端处理器也引入了内存分屏机制 如果要让内存条在官方预设的3200MHz运行 需要在Gear2 Mode下 内存控制器和内存频率会变成1分1比1运行 IMC的压力变小 因此可以达到更高的频率需求 可以实现3200MHz 但是影响我们之前其实说过 内存的延迟会变高 包括桌面端在内 目前11代英特尔处理器都会存在分屏 不过也有不分屏的模式可选 也就是Gear1 内存延迟会好看一些 但依旧不及时代酷睿 而且目前厂商默认给Gear1的预设是2933MHz 这部分的兼容性其实和上一代是一样的 整体来看 11代移动端CPU的变化和桌面端很像 最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工艺了 桌面还是14nm 而移动端这次用上了10nm 理论上能耗比会更高 那具体是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直接来看性能测试 测试设定同样选择功耗控制 从结果可以看到 i7-11800H的性能相比10870H有一定的提升 60W的状态下 Cinebench R20的多核可以跑到4353分 比i7-10800H提升了1000分左右 单核成绩的提升也比较可观 有接近20%的幅度提升 甚至比R7-5800H要更高 但是能耗比方面 11代酷睿依旧不如R7-5800H 同样是60W的状态下 多核的性能表现还是要略差一些 正对这台机器 我们也进行了R20循环测试 在默认的设定下 成绩维持在4650-4700分 观察跑分时的功耗可以看到 雷神Zero会先跑到78W 再回落到65W运行 这个多核性能的部分确实能追上Zen3 但是需要的功耗也会更高 频率方面 65W状态下大约是3.6GHz 而在78W时 频率在4.2-3.6GHz之间来回波动 受限于散热和功耗墙的限制 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两颗CPU火力全开去对比 相比桌面端 这颗10nm的移动端功耗不算爆炸 不过从限制功耗的结果能看出 这一代新的标压处理器对于功耗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给够功耗 它的性能才能完全发挥 因此 这一代Intel处理器对于OEM厂商的散热设计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看完了CPU 我们也顺便关注一下显卡 这张RTX3060 Laptop 我们之前已经相当熟悉了 在雷神Zero上面 功耗设定为115W加15W 跑分的表现和之前测试过的3060也非常接近 数据对比各位可以参考 当然 光看跑分意义不大 实际表现如何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实测环节 先来看游戏测试 本来我是想先从默认设置开始聊起的 但我们上手的这台雷神Zero是RTX3060版本 配备了2K屏 想要保持原生分辨率 特效全开玩3A大作 显卡性能不太够 有点力不从心 再加上这台机器没有独显之连 网游的帧数也会偏低 默认状态下的成绩供大家参考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上正菜 看一下相同功耗的状态下 两种内存模式对于游戏帧数的影响 同时也简单对比一下5800H在相同功耗下的成绩 照例重复一下测试设置 为了实现独显直连 下面的环节均为连接外屏 分辨率设置成1080P 以减小显卡瓶颈 测试的过程限制CPU为60W 显卡关闭动态功耗增强 减少干扰 先来看3200Gear2模式下的成绩 网游部分 Dota 2录像回放195.1帧 Sysco Benchmark能跑到558.8帧 表现相当夸张 比10代处理器的成绩帧数提高了不少 单机游戏部分 3060在1080P下跑这几个游戏 基本上都是全开唱完 部分优化差的游戏需要适当降低特效 在单机部分 11代和10代的差距很小 对比一下AMD的R7-5800H 游戏成绩几乎大获全胜 英特尔的游戏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 更离谱的是 如果我们把内存切换到2933 Gear1 虽然内存频率变低了 但是网游帧数更高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厂商在Gear1模式下开放3200MHz内存 高帧率的游戏帧数表现会更好 另外考虑到理论性能测试中 低功耗下CPU的性能打折严重 我们也尝试一下降低功耗到45W 看一下游戏帧数的变化 从成绩可以看出 45W下帧数确实会变低 但差距很小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总的来说 这颗新处理器的游戏表现还是很OK的 个人猜测 虽然这代CPU出现了内存分屏 但得益于IPC IMC的提升 缓存容量增大 高帧率的网游正好就看中这些 因此帧数表现更好了 而移动端的Zen 3 因为缓存性能受阻 游戏表现不及桌面端 也与11代酷睿有一定的差距 再说了 现在马上已经6月了 H45晚发布了将近半年时间 如果这颗高了半代的产品 在游戏表现上依旧不是AMD的对手 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不过 因为这台机器的功耗上限无法跑满频率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展示 功耗全开下两者的差异 等后续更新其他视频里 我们会尽量把不同功耗下两者的表现呈现给各位 除了游戏 干活的性能也很重要 Adobe测试 同样控制在60W的功耗下 PS和AE的表现 i7-11800H要比R7-5800H稍好 这两个测试比较看重CPU的单核性能 这个分数和理论测试几乎相当 PR的表现就反过来了 AMD在这上面更占优势 不过 最新的PR15.2版本支持了XE核显AE解码加速 在换用了新版本的测试后 Intel依靠核显解码加速 分数一下子变高了 看来在软件合作上 Intel的主动性一直非常高 V-Ray渲染测试 同样60W下 R7-5800H的成绩也会稍微领先 这个功耗下 AMD在多核上的表现会更好 总结一下吧 这台Intel处理器的游戏表现非常不错 生产力一部分 吃单核的程序有一定优势 多核性能有进步 但受限于能耗比 这部分的工作效率就没有Zen3那么高了 看完实测部分 接下来进入拆解环节 雷神Zero的拆机还是比较简单的 拧下底面的全部十字螺丝 用普通撬片辅助即可取下后盖 机器的布局和主流游戏本类似 可以看到 在军热板上有雷神的logo 这也是雷神采用丝模的佐证 最下方是电池 容量64Wh 上方位内存插槽 默认是两根金泰克的 迪迪拉斯3200MHz内存 双面颗粒 旁边是PCIe 4.0×4固态硬盘 型号为渐兴CA6-8D512 容量512G 实测跑分如图 网卡是英特尔的AX201 Wi-Fi6协议 听说最近很多厂上的网卡都开始缺货了 不知道这款性价比和网卡还能坚持多久 上方是双风扇 5热管的散热模组 其中两根是CPU和显卡共享 另外两根各自单独负责一边散热 还有一根隐藏的给显存独立散热 供电 显存 主要的原部件都有铜片覆盖 除了出风口位置 其余都做了黑化处理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散热表现 升温25摄氏度 机器放在狂暴模式下 默认关闭AVX512 单烤FPU i71800H稳定在66W 温度83度 频率3.5GHz 单烤显卡 RTX3060触发动态功耗增强 温度84.7度 功耗130W 频率1875MHz 双烤CPU温度维持在96度 功耗58W左右 频率3.1GHz 显卡温度维持在86.4度 功耗111W左右 频率1792MHz 表面温度看图 键帽最高温出现在了字幕披件附近 46.4度 株心区域发热面积较大 WASD键位有37.9度 有热感 噪音方面 满载时人位59分贝 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高转速风扇带来的噪音 可以看到双烤时 这台机器的CPU和显卡均受到了温度强限制 为此我们尝试把机身电气又做了一遍测试 这时整体的神迹就好一些了 虽然CPU还是96度 但是功耗提升到了66W 频率提高到了3.4GHz 显卡能跑满115W 温度也下降到了80.8度 好了不少 总结 雷神ZERO散热模组规格不差 但是双烤时核心温度偏高 触发了温度强限制 个人猜测可能会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 CPU的发热不小 双烤时 PRE维持在65W 这个数值相比一般游戏本会更高 因此CPU的温度去高不下 其次 这台机器的脚垫太低了 导致它在平放状态下进风量不足 这里的画面演示可以看到 平放状态下 左右出风口的风量都很小 而如果把机身电起 两次的风量又明显的提高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块屏幕 雷神ZERO搭载了一块16英寸的IPS电竞屏 分辨率为2560x1600 16比10比例 165Hz刷新率 规格参数跟我们之前碰到的机器很接近 实测色域容积为105.2%的sRGB 色域覆盖为97.9%的sRGB 中心最大亮度为426nit 平均掉它以为1.36 最大掉它以为2.5 色域和色准表现都还不错 响应时间部分 黑白响应时间为8.4ms 灰界响应时间为12.8ms 全局DC跳光 没有频闪问题 整体来看 这块屏幕的表现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开启HDR模式 那么实测峰值亮度能够达到496.4nit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大家对于这台电脑 以及全新的Intel H45标压处理器 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游缺点 供大家参考 先说有点 第一 屏幕素质较好 2021年 主流游戏本都在引入2K分辨率 加165Hz刷新率的电竞屏 雷神这次也没有缺席 即便是3060的版本 也配备了2K屏幕 相比1080批屏 它同时能够满足高精细度 加快速响应 可以兼顾办公和娱乐 这点是非常不错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需要大型单机火力全开 那我们手上的这台3060版本 可能比较难在高分辨率下全特效运行 建议追求画质的同学 选择3070的版本体验会更好 第二 两个PCIe 4.0x4的M2插槽 预装PCIe 4.0固态 PCIe功能也是新平台带来的升级点之一 这台机器搭载了高速固态硬盘 在读写速度上表现非常出色 并且另一个M.2接口也支持高速硬盘的扩展 对于日后升级来说非常方便 第三 双考表现和性能释放有进步 相比前几代 这一代的新模具把双考提高到了接近60x115W的水平 这个成绩对于绝大多数游戏本来说都称得上不错的水准了 只可惜 如果把脚垫再做高一点 增加进风量 那么这台机器的散热表现会更好 聊完了优点 自然也要说一下这台机器的缺点 第一 没有设计独显直连功能 11代酷睿带来的游戏帧数提高很明显 但是提升幅度也基于是否支持独显直连功能 很可惜 这台机器并没有加入这项技术 游戏帧数会有所下降 第二 230W适配器功率较小 双考时会掉电 虽然11代酷睿处理器提升了架构 但是它的能耗比表现 依旧没有5000系列的锐龙出色 仍然需要比较高的功耗 再加上RTX30系显卡的功耗需求也比较高 因此原装的230W适配器支撑不了这么高的功耗需求 双考过程中 机器不得已从电池取电以满足性能释放的需求 第三 狂暴模式下风扇噪音较大 对应更高的功耗不仅需要更大的电源 而且也需要更好的散热 这台机器的散热设计总体来说还是有进步的 但需要依赖更暴力的风扇把热量吹出 因此在狂暴模式下满载 风扇的噪音要接近60分贝 在游戏本里都算非常吵的水平了 从我比较挑剔的角度看 雷神Zero是一台不够完美的游戏本 它的确在很多地方都进步了 比如整体设计 散热规模 屏幕等方面 这都是主流级别的水准了 甚至在这个价位段 它有非常绚丽的灯光系统 这些都足以说明 这台机器设计是花了心思的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还能做得更好 比如缺少独显直连 平放时进风不足 狂暴模式下噪音较大 这些地方依旧有待完善 而11代酷睿呢 10nm公寓确实让英特尔在性能上大幅提升 单核性能表现出色 核显的解码优化也能为生产力效率天粘加瓦 但这台处理器的能耗比表现依旧不及对手 看来在功耗优化上 英特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无论如何 玩家们想看到的局面就是两强争霸 每年推出的产品都有进步 而不是一家独大 年年几家高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拔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明天都会在里面聊一台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 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里是笔拔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